刚才啊咱们不是说完那个HeroArticle的Soft Max吗 就是啊我们要用那个哈佛曼术 然后构造出来很多个二分类 但是啊大家想一想 哎呀我对于这个哈佛曼术来说呀 假设说我的语调库啊非常非常大 那你这个术是不是即便你用哈佛曼术 然后你的一些啊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排在前面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排在中等或者排在后面的呀 那这些词该怎么办了 如果说你的语调库特别大的时候 那是不是咱们计算复杂度还是特别特别高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啊基于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又提出来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啊 这个解决方案叫做Negative Simpling啊 它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副采样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一个副采样呢 咱们回归到这个问题本身啊 其实啊咱们之前 在做那个哈佛曼术术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我往左边走还是往右边走 就看到是还是不是啊 那其实比如说你给上一个上下文 你要预测出来一个词 那是不是说你预测词预测对了 它就是这个词预测不对 预测成其他词就不是这个词了 所以说啊咱们这里也可以基于这样一个二分类 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啊 我今天下午打 然后正常应该是一个打篮球 然后呢要是一个错误 就是正在下午打打人 那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 那咱们来想一想 这个时候既然是你想给他分成一个篮球 不想给他分成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正样本 也可以指定一个负样本啊 那正样本就是你的篮球 负样本是什么 负样本比如说它不是你那个篮球 那它不就是一个负样本吗 比如说它是一个打人或者是打动物啊 打什么打怪兽啊之类的 反正打一些其他东西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了 负样本有那么那么多 是不是除了正样本都是负样本啊 负样本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呀 这是咱们一会儿要想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基于这样的方案啊 解决了一下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一次分类 只不过说这一次分类当中呢 我要判断一个是0还是1呢 1意味着我们的一个上下文 预测出来结果 哎跟我这个词是对应上了 然后0呢就是说预测出来结果 跟我没对应上 那我们当我们给定了一个正样本之后 就是有了一个上下文 然后还有一个词之后啊 我们希望不是通过这个上下文 预测出来这个词吗 那我们希望最大化什么 我们希望最大化的就是说 嗯我们预测对的一个可能性嘛 那预测对有一个正利有一个负利啊 这个是这样大家说了 这里咱们就不重复了 然后呢有个GW GW就是说嗯从一个整体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就是所有的词都预测对才好吧 所以说啊我们有这样一个整体的GW 那对于这样一个负财样问题来说呀 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咱们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啊是谷歌提出来的啊 也就是他们那个圆码当中啊 是这样一种设立思想 他们说啊就是说 任何的采样算法啊都应该保证 咱们越高平次的词 哎样本越容易采样出来 这个啊跟咱们哈佛曼术 构造思想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构造负样本的时候 是不是说哎很有可能就是 嗯就是说我们要负样本当中 越高频率的词哎 越有可能出遍我们的负样本啊 这种情况下哎先给这些词pass掉 那所以说啊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思想 就是说嗯对于一个长度唯一的一个线段 我们可以啊就是说 先判断一下一个词的一个出现次数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词出现次数 这是啊所有的词出现的一个次数 那我先算啊就是这个词的一个词频是多大 那如果说一个词频一个词啊 它的一个词频越大 那我们可以在0到1当中啊 生成一个随机数 然后让这些词频啊排列下来 那生成一个随机数 是不是说啊就是那个词频越大的 越有可能随机到 词频越小的越有可能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被随机到 那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基于这种方法 进行这样一种negative simplifying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能够保证 咱们啊就是啊这个词频次数越高样本 越容易被采样出来 那么我们也可以基于这种思想啊 对原始的问题进行一个改进 原来不是要构造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哈佛曼术吗 其实啊这是比较老的做法了 现在呢我们是用啊这种副材料的方法 来帮咱们进行一个分类 在这里啊我们只需要指定出来 哪些是正例 比如说啊这是一个正例 它分对了 然后说一下还有一堆分错的吧 分错的分错的不就是对一个负利来说啊 就是一个一减去一减于这样值嘛 所以说分错的啊这是这是分错那个概率 那一减于它那不就是又是一个正确了吗 我们希望啊就是说让我们的正例啊和负利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让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朝着一个正确趋势是发展的 如果说你是正例那给你保存下 如果说你是负利那给你一减去不就OK了吗 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一个还是要求解的是一个自然函数 还是要求解的是这个GW 只不过说现在呢我们唯一一点不同的啊 就是咱们之前是购到哈佛曼数啊 弄多就是一个分层的Sort Max 现在呢我们是提出来一种负财量的策略 用这种负财量的策略啊 帮咱们进行这样一个分类预测的工作 这个啊就是说啊我们的一个啊 上下文啊就是一个词预测的一个词 然后呢这个NEG啊 NEG就是表示着我们从这个负样本的空间 这个U等于属于NEG就表示着 这个词啊是在我们负样本当中随便取出来这样一个词 所以说它不就是一个这算出来的 不就是它是一个不属于这个词的概率吗 那一减去不就是属于的了吗 所以说我要算的还是跟之前咱们给定的那个目标函数啊 一模一样的 咱们目标函数啊是没有变 只不过说咱们实现的方法是稍微变了一些 怎么办呢 还是啊之前套路 我们大家再来看这些公式啊 应该就比较熟悉了吧 还是我们对一个四燃函数进行求log四燃啊 就是把这个值先由一个累加 累成转换成这样一个累加 然后呢对于每一个词来说啊 我们是不是还要进行这样一个求导的操作啊 这些操作啊跟咱们刚才给大家讲 那个continual backoverse模型啊 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难点 然后呢我们这里是不是还能对这个seed进行一个求偏导啊 求导啊其实算法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直播出啊最终的一个更新公式稍微有些区别 其实呢本质上来说啊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这是啊我们对一个seed进行一个求偏导 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对这个x进行求偏导啊 也是可以的吧 seed去完偏导之后 x也能去完个偏导 参数怎么更新啊 参数跟着咱们之前的更新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啊就给大家又提出一种方法 就是说呃那个咱们的分层soud max啊可能显着有一些啰嗦 计算量啊有些大有些麻烦 所以说呢在实际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neto simplen啊 这种方法比较简便啊 可以帮咱们训练好这样一个word to writer的一个网络模型 训练好之后呢咱们的一个输入就是咱们的VW 就是我最终想要的结果嘛 这个副产品我们最终给拿出来 它呀就是我想要的这个word to writer的一个死向量的一个结果了